老饕们都说啊 处女巡的肉质鲜美又有饱满的蟹膏 美味绝对不会输给大闸蟹 而接下来我们带您到高雄市 寻找一位处女巡达人 她今天为我们准备的呢 是要脱壳前的双壳蟹 这可是处女巡当中的极品 多了一层软Q的内壳 号称是可以吃的甲壳素 刚起锅的处女巡鲜艳火红 忍不住让人食欲打开 等不及拨开外壳 什么 没想到里面居然暗藏玄机 还多了一层软壳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 处女巡中的极品 双壳处女巡 想要挑最好的双壳处女巡 找我就对了 海鲜料理经验超过30年的 螃蟹达人许老板 专挑夏秋出产还未交配 肉质较为细致的处女巡 尤其像这只 外壳轻轻一拨 里头竟然还藏了一层软壳 这可是市面少见的双壳处女巡 也是许老板的正点美味 成本每台金高达500多元 每一只螃蟹它就不断地会换壳 但是它一定要在 它的那个里面的成熟度够 够够毁满 它才会换壳 所以双壳的处女巡才会最好吃 16年来 许老板每天经手的螃蟹 超过上百斤 练就超精准的眼光 许老板一眼就能辨认 脱壳前的处女巡 保证每位客人只要来这 都能吃到双壳处女巡 前面紫色 就是最要脱壳的 它要脱壳的第一步 像这种的螃蟹 我几乎不会想要去抓它 怎么说 因为它的颜色不够那么熟 正值换壳时期的处女巡 虽然成熟饱满 但却最脆弱 因为保存不易 在一般餐厅可不那么容易吃到 但是许老板不只懂得挑 就连如何保存都很有一套 关键就是不放水中 避开蚊子叮咬 我们不会放在水里面 放在水里面它会一直冻 它的氧会会一直流失掉 会瘦掉 如果没有被蚊子叮到 一个礼拜都还没问题 被蚊子叮到就死掉了 马上死 这样每个关节都有一个薄末 它都是叮这些 你只要打开 有蚊子飞起来 那你螃蟹一定里面一定会死掉 现抓严选新鲜处女巡 许老板大展厨艺 简单用米酒和盐做起店里招牌菜 严局处女巡 别小看烹煮前的清洗动作 一流味道的嘎吱窝 肚脐可得仔细清洗 才不影响料理美味 螃蟹的肚脐 它这边有一定满有味道的 这是它的排泄口 先用米酒腌制两三分钟 连米酒加水一起放入铁锅 还得加上大把盐巴 大火滚煮15分钟 透过外壳毛吸孔 让蟹肉吸收适度盐分 提高盐度 同时呛入米酒香气 就算冷掉也好吃 因为它有味道 有那个盐分 所以它比较不会超车 你问我 你去楼水 冷掉就会比较超车 所以盐机的也比较不会 等到水干锅盖表面 覆盖上薄薄一层 雪白的盐巴结晶 人气No.1的盐菊处女巡 惊艳亮相 瞧瞧那蟹膏饱满的程度 光用看的就能让人垂涎三尺 比起清蒸的蟹膏 口感较软绵 盐菊的口感更加香浓 还有清甜蟹肉 软Q内壳 比动辄要价千元的大闸蟹 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鲜美又甜 那个糕黄绝对不出现在 那个大闸蟹 它有点软Q的感觉 就是好像吃到那个 你要说的那个 好像是类似有钙质 除了传统盐菊 处女巡的饱满蟹膏 还可煮粥 在软壳上画刀 方便蟹膏与粥融合 还得用蒜头葱白一起爆炒 增添香气 米酒小许酱油之外 提出汤头鲜味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碗用深海鱼 熬煮成的浓缩高汤 煮到蟹膏融化的汤头 颜色金黄 加入白粥快速翻搅 让白粥与汤头充分融合 内行人必点的处女巡粥 热腾腾起锅 蟹膏的精华完全融入粥里 口感滑顺 每一口都吃得到 处女巡的鲜甜滋味 这个螃蟹粥 真的好吃 味浓 而且甜 那个螃蟹的味道 整个都融到这个粥里面 所以真的好吃 在别家有吃过 但是没有这么好吃 处女巡达人许老板 还研发出 史之口味的独门吃法 我以为豆豉的味道 有不要放多 有一点可以提出 那个干 跟螃蟹的那种甜 就可以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用螃蟹料理少见的豆豉 搭配酱油 蒜 葱等调料 和处女巡一起送入蒸笼 15分钟后喷香上桌 葱丝与特调豆豉酱汁的淡淡咸甘味 巧妙提出蟹肉清甜 比起清蒸味道层次更多元 吃多也不怕腻 对食材的充分了解 配上台式创意 许老板的处女巡美味 甚至征服了 远来自日本尝鲜的老饕 秋蟹肥美 台湾人才最了解 台式螃蟹的独特美味 将食材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徐老板在南台湾 打响名号绝非偶然